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加起來兩千顆跑不掉 甲鏈袋裝滿滿 全是膽結石 一顆顆密密麻麻 宛如魚子醬 數量算一算 更是驚人 居然有兩千顆 這應該是我看過最多最多的 兩千多顆 這些膽結石是從一名六十歲男子的身體取出 男子因為上腹部疼痛 掛急診 醫護人員看到他臉色發黃 抽血先是發現黃膽過高 做電腦斷層更檢查出 他的膽囊塞滿結石 結石還掉進總膽管 兩階段的手術治療 取出驚人的兩千顆膽結石 說他幾個月之前就開始上腹門痛 那一直被當成是胃痛在處理 一直在吃胃藥 醫師說膽結石的症狀為上腹痛 不少人經常會誤認是胃痛 吃較有 三餐不正常 或是有家族遺傳史的人 都容易有膽結石 吃得比較油就會導致 膽囊的那個膽汁比較濃稠 有時候一餐跟一餐之間 減額十幾個小時 那個膽囊不會排空 兩千顆膽結石塞爆膽囊 讓行醫二十多年 做過一萬例相關手術的醫師 看了也忍不住直呼 這是他見過數量最多的一例 記者彭志銘 楊生 王世函 苗栗採訪報導